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但是在西方 人们基本认为宗教是一种道德规范 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 都是一种道德规范 你认为宗教在中国社会 假如说现在取消对宗教的限制 那么这些宗教能不能起到一个 规范社会道德的作用 我觉得但是就说 从我所信仰的 我自己的基督徒的牧师 那么就是说 我自己信仰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绝对会起到改善的 那么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在北京的时候 那么就是曾经跟一个 就是海淀区的某一个蔬菜公司的经理 那么谈过话 那么他呢后来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之后呢 那个结果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党的组织部门 就去找他谈话 就说就说你这个 怎么最近思想落后了 就说希望他那个做出这个选择 就说到底是这个党好呢 还是耶稣好 就是你的上帝好 那么他后来的 就是给组织部门的回答呢 就是说党好 那么因为他给了 就说我有个工作 这个但是耶稣更好 为什么呢 他说我这个 这个做党员这么多年 又做了党的这个 这个就是部门的领导人 是吧 是党委书记 他说我从来就是在这个下班的时候 都没有忘记拿一些蔬菜 就回家不需要付钱的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安 但是我从来基督徒之后呢 就要每次拿 心里就不安 所以呢就再也不拿了 他说你要你要说是水更好呢 他说我是觉得耶稣更好 因为是因为我里边的信仰 圣灵特别就是提醒了我 是我就是说没拿的时候 就觉得是偷窃 不仅仅说基督教说 就是说不仅仅说 你是真的实施偷窃的时候 他就偷窃 是你有偷窃的思想的时候 你已经犯了偷窃的罪 这是就是说圣经里边的罪观 是够严格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再也不去这个拿这些东西了 那从这意义上来讲 就是信仰是最好的反腐败的利器 是不是 那么如果就是说再把它广泛化的话 那肯定是对这个 这个不仅仅是局部的这个 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心灵的 那个那个道德的提升 而且呢 是对整个社会 对啊 就是对这个 中国的这个物与洪流的社会呢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是有很大的信心 如果中国实现信仰自由之后 对啊 那么我相信那个 对中国的这个面貌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正面的改善 那么谈到 取消这个宗教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另外一个就值得人关注的呢 我们也必然关注的就是 中国政府和罗马教廷的这个关系 长期以来这个关系一直是 双方也进行过对话 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现在近几个月来 或者说近年来啊 这个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 有没有松动呢 那么这个争反关系的 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一个是主教任命权的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主权的 就是归属的问题 所以说到 根据梵蒂冈的话呢 他们认为这是 根据圣经的要求 那么这个主教 对一个这个 这个教会领袖的资格的任命 是纯粹应该从教义上来考察 是不是他有对教育熟悉 真诚的信仰和良好的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道德 来进行这个评价 那么对于中国 政府来讲的话呢 就是主教的任命 就必须控制在 就是说中国这个 政府的手中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外交关系的问题 就跟台湾的关系的问题 所谓的这个主权问题 就是说要这个 跟中国大陆 进行建交的话 必须跟台湾断交 其实对后者的话呢 山地纲已经有所默认 至少 就是说如果中国政府 能够在前边让步 就是说后边的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其实就是最近几年的 中方关系呢 应该是有稍微的改善 但没有大的突破 就是说在主教任命上 中国政府还是 这个我雄我素 基本上提出他们符合资格的 那另一方面呢 又有一些这个 比较微妙的沟通 比如说近期的一些 这个主教任命的名单 那么中国政府呢 也会透过他们的渠道 跟梵地纲呢 就是说这个取得某些默认 至少一部分的 这个中国政府任命的主教呢 是经过梵地纲默许的 所以关系还是有所改善 好我们再接一些电话 看看听众和观众 在就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 好现在下一位是 湖南的观众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王先生 我刚才听说的 富言人讲到 中国有不少这个就是基督徒 一位是教徒 被谈以终醒十几年 甚至更长 这个我们在这个环境的生活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 安列也许我们这个范围小的原因 那么他除了是因为新疆宗教 作为教徒被派行 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形式指控 被人顶有罪 这个第二个我想问 富先生这个就是宗教 基督教 这本质上是不是 这个是跟这个一党啊 这个都大一党都才 这个有直接关系 相对于你的关系 谢谢 好 谢谢湖南王先生提出多问题 一会儿我们请的嘉宾呢 一起来做个回应 我们再接几位听众的电话 下一位上海的观众 殷先生 殷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福西邱莫师你好 你好谢谢 我是上海的一个基督徒 我非常感谢神 我本来也是一个非常犯罪的一个人 在世界上面探除世界 犯了很多很多的罪 上帝呢 他有奇妙的那个恩典呢 把我从这个罪名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知道什么是罪 所以呢 前两天我也从那个就是 先进富士康这个工厂里面 有十一位那个 十几位这个工人 从那个楼上面跳楼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国家呢 现在孩子们 他们不知道真理 他们就知道钱 不知道 因为耶稣 他这个道路 是真理和生命 故事中文也是 在中国访问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他说信仰是最高的一个道德标准 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 没有上帝 你说这个人怎么能搞得好呢 他整天沉溺在这个金钱里面 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 13亿人民 最起码有8亿人民都在赌博 都在赌博 孩子们玩游戏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所以唯有上帝 他能够引领我们走异路 在这里呢 我也想谢谢傅修修 傅修修摩斯呢 为我们中国家庭教会 所做的工作 谢谢你 谢谢上海观众 殷先生发表的看法 现在我们再请吉林的观众 善先生参加节目 善先生你好 首先问一声 傅修修牧师辛苦了 傅修修牧师对我们大陆的 福音工作和家庭教会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表示感谢 谢谢 就是傅氏康的跳楼事件 和校园和幼儿园的屠杀 儿童事件 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信仰危机 没有宗教信仰 现在好在有一种苗头啊 要呼唤宗教信仰回归了 我想问傅修修牧师 我比较关心的去年年末 前后啊 中共打压北京的守望教会 上海的万邦教会 和山西临森教会 有一次我听说 赵头比较好 赵头比较好